很多看过心汉灿烂的朋友会质疑 霍布宜为什么不愿向鸟鸟吐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为什么会在新婚前夕选择报仇 其实不然 剧中霍布宜多次想要和鸟鸟坦白 但都被事情所打断 有人会觉得 想说任何时候都可以说 可是这并不是一件小事 当一个人为一件事做决定时 肯定要多多思量 当彭坤死后 世间再无有关孤城的人证 霍布宜在雨中绝望大哭 这一刻鸟鸟来到她的身边 告诉她任何事情 她都会陪着她 霍布宜想要把身份告诉鸟鸟 可霍君华快要不行的消息传来 又打断了她 而霍君华的死 让霍布宜复仇的决心更加坚定 她已经不想浪费时间再去寻找线索 此时她的心里只有复仇 霍布宜心里清楚 如果与鸟鸟成亲之后再复仇 定会连累到她 所以她选择在结婚前夕 在承阳侯府了结了灵异 霍布宜这个仇为什么非报不可 当她在信花别院拜祭父母排位的时候 有这样一幕 在霍家的排位后面 是孤城三千将士的排位 这些人都是为了守住孤城而惨死 自己亲眼所见 父亲被灵异杀害 还有为了保护自己的兄长 因为同自己换了衣服 最后头颅被悬挂在城楼之上 而造成这一切的人却加官进绝 逍遥法外 这是她所不能接受的 不要忘了 我的愁仇 我答应你 绝不会忘 死仇 平报 by bwd6 by bwd6